花莲县截至目前为止第18天 武汉肺炎个案零确诊 而有些民众就开始松懈 预理分局在7月5号就发现了 有三名女子在公园享用臭豆腐 通知卫生所击查人员到场 全案以传染病防治法 和送卫生局裁罚 国内武汉肺炎三井警戒到7月12号 民众外出时必须要全程戴上口罩 花莲截至目前为止第18天 武汉肺炎个案零确诊 有些民众开始松懈 预理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后 到预理正名广场公园 发现有三名女子正在享用臭豆腐 三名游客不知室外 不得脱照 不得饮食 以为室外只要不超过10人以上 就可饮食 浙江医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 第一项第6款储西台币 三千元以上 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名女子声称 从外地返回故乡 只了解在室内不能饮食 以为在室外 不超过10人以上 就可以脱下口罩吃东西 原警立即通报 预理正卫生所击查人员到场协助 全案任意传染疾病防治法 未戴口罩 含送卫生局裁罢 那我们下次会注意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情况下 正常来说 因为我们都不清楚 不能在这边 吃吃这个我真的是不行 我知道的话 我真的不会想 那我现在知道这个 我现在知道这个规则 我下次不会再这么做 预理分局呼吁民众外出 必须要全程背上口罩 否则会被裁罚 新台币三千元 至一万五千元罚款 另外即便室外公共场所 也不能取下口罩用餐 希望民众疫情期间 共体时间 保护自身 也保护家人 记者高双双 预政采访报道